圓圓米貴在煎臺上翻來翻去 煎到表面焦黃 再淋上特製羹湯 臺南有店家靠著這道招牌 拿手菜入選必比登 新入選的店家還有這裡 新鮮鵝啊 想怎麼吃都行 主打自家養殖品質保證 讓店家卻評重選 朝聖必比登美食小吃 有民眾PO出這篇文章 照片上一碗肉燥飯和絲木魚長湯 來自也入選必比登的 平民美食店家 開了發票 一飯一湯一百二十元 民眾在乎的是開發票 似乎漲價了 開發票和漲價有直接關聯嗎 開發票應該也是會考慮調漲 因為現在食材都漲蠻多的 新入選店家不會言 若開發票成本提高 加上原物料價格上漲 產品的售價不排除 往上調整 今年又增加了四家 所以總共已經48家 攤開在地美食地圖 光是台南列入米其林 必比登的店家多到 立刻能讓民眾出現 選擇障礙 要享受名單上推薦的 美食小吃 部分店家開發票 選擇漲價 三地區的網上有望一文 台南報導 河地公斷 公拉 讀